登陸的時候 來 我們熱烈歡迎我們秘書長 來 請掌聲熱烈 謝謝 今天大家面看的比較不一樣 都有笑臉 所以我對大家人情好 這樣不一樣 總將官 大家知道 因為你 在高級班以後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將來的行政官員 當然 你後來還有規關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還有就是職權訓練 尤其是職務點招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挑 要挑什麼 要挑你喜歡將來擔任什麼職務 但是我現在有發一個發言 有很多人都搶那個什麼文化廳 不然就會搶什麼 觀光廳 所以現在文化廳跟觀光廳 已經登記而滿了 不能再登記文化廳跟觀光廳 大家都想說文化廳跟觀光廳不用擔貼 這樣去就可以 實在是不可以 這個文化廳跟觀光廳 不是大家所想像說 不學無數的人 我是希望大家既然有那個報復 希望對台灣這一塊土地有所貢獻 應該是 經一些 別人沒的 還是說你以前不懂的 你去做 因為你現在得到機會嘛 你得到一個機會 去那個職務去認職 雖然是 你不一定知道 但是會有一種挑戰 你如果有心要做得好 我跟你說 都會做得很好 應該是各位要有這種心態 那我們高級班結業以後 會有一張的結業證書 這張結業證書 我們會發給 各州的州長 由州長 發給你 因為州長希望能夠跟你認識 所以各位回去以後 就應該找你當地 你什麼州的辦公室 像 如果是桃園的話 新竹州的話 它是在桃園的中山東路 在中山東路 一個非常熱 差不多每一個 現在每一個州 的辦公室 主要的中間的辦公 中央的辦公室 都是在 很熱鬧的地方 而且地方都很大 而且我們現在每一個州 都已經劃分為 五個line的族群 我們把它分成 議員族群 分成內閣族群 分成黑熊族群 另外 另外 劃分為 州長 副州長 跟郡守 的族群 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年紀在四十歲以下的 青年軍 或者是叫做青年團的族群 希望我們所有的高級班的人 都要很清楚的明白 你自己本身的定位 然後呢 以後呢 各位 你不能再 變成叫做素人 你應該是開始 在政治上面 你開始有一個版圖 對政治上 應該是有所不同 自己有所意見 平常 你不常是 你跟人批評 時事 說 那些官員怎麼這樣做 現在換你 換你做官 換你做的時候 你要自己很清楚說 你要怎麼做 或者說 那個官員 為什麼這麼貪 為什麼會貪污 輪到你的時候 你也要注意 當然啦 我們有一個期望 每一位 當我們行政官員的人 我們都希望說 你有一個智囊團 你應該自己叫一些智囊團 你自己成功旁邊的人 你沒有智囊團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所留下給我們台灣的 這個政治環境 是非常的險惡 你如果自己一個人去 就任政務官的時候 你很容易 也許不到三天 你就陣亡 我說陣亡不是真的事實 我陣亡是什麼時候 可比說 你現在當局長 你當一個局長 你底下的科員 科長 拿一個官文給你 包括 局長 這個你可以批 批了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以批 因為 你沒有經驗 這個科員跟你說可以批 那個科長跟你說可以批 你會相信 人家當以前的局長也有批 批之後 局長 那個 你就可以領 2萬3千塊 我跟你說 這2萬3千塊 就要叫你去死了 有很多黑白籤子 他都跟你說 所以 像蘇貞昌 蔡英文 他們說這叫什麼 他說歷史貢業 什麼叫歷史貢業 丟就丟 不對就不對 什麼貢業 他說過期的習慣 養成的習慣 你看這個錢可以批 我告訴你 那些錢不可以批 所以你做一個政務官 錢可以批 還不可以批 你搞不清楚 所以我告訴你 你們要有智囊團 最不就要有2個3個 做他去就任 這樣的時候 比較能夠對你自己 有把握 所以我是把各位的 期待和期望 你到這班 旁邊的時候 你有幾個權利可以參加 第一 今年的12月20號 到12月24號 到日本的 日本天皇 跟靖國神策的祭拜團 我們這是已經4年 有辦4年 每一年的固定 我們的收費 都是3萬8千 為什麼3萬8千 因為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所坐的 遊覽車 絕對不會這樣 一隻遊覽車 不會讓車過30個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政府官員 我們都穿這個 沒有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是政府官員 我們要讓日本人 看到我們 是覺得不一樣 我們不是跟國民黨 不一樣 跟民進黨都不一樣 我們是真真正的 會台灣的政黨 不是政黨 會政府 台灣的政府 所以 我們住的飯店 一定要吃 也是要五星級以上 我們都住在現主市日本最愛新的 叫做DOM 巨蛋 巨蛋的那個飯店 過去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去住那個巨蛋的時候 巨蛋的總經理 還特地飛到台灣來 你們講對的沒有 怎麼會這麼多人 我們第一年去的 一百五十個 一百五十個都住 差不多五六星的飯店 差不多那個飯店 雖然沒有人都包 但一百五十幾個人 已經不容易 第二年 兩百二十個人 第三年還是要一百五十個人 我們都每一年維持一百五十 而且因為我們要去向日本天皇祝壽 日本天皇的生日是12月23號 向日本天皇祝壽 你可以看到 在皇宮前面的廣場 過去只有日本的國旗可以拿進去 三年前開始改變 允許我們台灣民政務的旗子 拿進去裡面 你看一看 我告訴你 這裡有一個笑話 你看我們的旗子很明顯 我們旗子很明顯 我們第一年去的時候 一百五十個 公內廳 這些專門是掌管皇家的事情的人 公內廳的警察 那 我們事實上 我們在拜訪日本天皇之前 一個禮拜 我們就請日本天皇的一個同學 把我們要去日本的那個書 我們帶去呈現給日本天皇 當然 呈現給日本天皇以後 那我們就去啦 所以 要去皇宮祝壽的時候 有兩道的警察 第一道的警察 把我們擋下來 他說 對不起這個旗子不能進去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的旗子不能進去 那我們就說應該是可以啊 我們有跟天皇報告啊 那到了第二道 公內廳一個電話過來 跟我們講可以進去 哇 我們的童心熱鬧 馬上湧照耶 來這個遊覽車上面拿著 過來這個 現場 可是問題是 當天很多新聞記者拍的照 而且公內廳還很 他們很貼心耶 因為住宿都有兩三萬人 可是每一年都把我們台灣民主的人 排在什麼地方 排在日本天皇的三十公尺的地方 正中間 因為日本天皇都知道 知道我們要去祝壽了 你看每一年 你去日本天皇 他們那個家族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那個日本天皇 那個皇輝啊 皇后啊 那個嘴巴在動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跟日本天皇說 因為日本天皇 從左邊一直繞繞繞繞 這樣打招呼打到右邊 你看到那個皇后 在嘴巴說 日本天皇就更快再外國來看 一定是日本皇后跟他說 前面穿黑的 拿那個旗子跟日本旗子不一樣 就是台灣民政府 你的臣民啦 所以呢 我們覺得說 很明顯 很明顯 練三年 日本人在那排隊 排隊的排一兩天耶 要進去皇宮啊 但是呢 我們都比較慢嘛 因為我們前一天都會到建國神社去參拜 那那一天才到那個皇宮啊 進去皇宮的時候啊 日本警察 甚至有一年 日本警察主動來一個先導的牌子 在我們的前面 帶隊 很出名喔 他現在帶帶帶 教徒律嘛 你前面的人 要帶到最旁邊去嘛 那在他擺下來嘛對不對 那很奇怪耶 要挑人走 走慢耶 讓那個旁邊的人走快 我們有的同心喔 撞不住耶 走得快耶 我們扮人很快耶 要是又說 他是有意 有心在幫忙我們 我們走慢慢慢慢走 我們走到剛好 剛好中 剛好日本天都要請對面 連續三年都這樣 現在日本人也知道 請對面的所在位置 就是我們的位置 所以呢 每一次喔 我們的同心去回來 都非常感動 那個今年喔 也是一樣 我們今年八月十五號 剛才去建國神社 那個鴨皮有沒有 那個那裡有 八月十五號的影片 你看喔 我們去建國神社 那一本人 各個掉眼淚耶 把我們拍手鼓掌耶 你本人 有發現說 我們台灣人 現在他們知道說 如果照這個國際法來講 這個土地又是日本天王的 所以呢 我們去的時候 有跟他們說 我們有寫牌子 跟日本人說 很多日本人喔 不是一個兩個喔 很多日本人聽了喔 罵罵好耶 你要看他們 在牌子裡嗎 很有趣耶 來 你給他們看一看 2014年 這今年啦 那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今年也是一樣 我們是派了60位 那個聲音可以 音樂聲大一點 這個在機場 我們從這個桃園的機場出發 丯 schedul fort 我們住的飯店 這是我們住的飯店 就是我們住的飯店 今天我們都穿這個喔 那我覺得這個 非常漂亮 這個叫昭和天皇跟大政天皇的靈寢 去那裡走路 日本人看這個看得感動得很厲害 我們不是第一年第四年了 第四年了 前面那個是日本天皇的標誌 這個在靖國神社 這個在靖國神社 神國神社去參拜 中文字幕提供 這個我們去幫忙日本那個豬媽咪海消以後 幫忙日本植樹 同時我們送給他們植樹的基金 日本的地方政府 那種風的從東京都要再多新幹線去 我們去幫忙植樹 日本很慎重 我們辦那個儀式 既然錢不多啦 至少我們盡了我們的心力 決心 在井戈神的前面 日本人都非常感動 還有一個鴨皮 時間比較短 那個做征國神社要離開的時候 所有的日本人 那一場大概有 應該是報紙寫有十萬 我們所看到的大概是應該有三四萬的日本人 他在感謝我們去征國神社 其實我們台灣人在征國神社有多少人 三萬九千一百名 日本人是有兩百五十萬 所以我們去那個征國神社 那個影片有嗎 那個去年那個 那個是征國神社 那個 要離開的有嗎 要離開的那段 有嗎 好啦 讓大家利用這段時間看看 你們看在征國神社 我們有多麼受到日本人 那個導遊怎麼說呢 我當導遊二十幾年 從來沒有看過日本人 這麼樣歡迎台灣人跟尊敬台灣人 而且他呢 他在前面嘛 拿著一個台灣民族 越大越懷孕 越大越懷孕 辛苦了 好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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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台湾过去有太多的历史 被统治台湾68年69年的中国国民党 中国人都欺骗了我们 他没有说他们没有讲出事实 他只站在中国人 在中国 例如所谓的什么八年抗战 中国真的有八年抗战吗 你看嘛 1941年12月9号 他宣战 有谁宣战 不是蒋介石 我们念的课本告诉我们 是蒋介石宣战 其实是谁宣战 是林森 我讲这个话 是有证明的 来你看看那个中华民国 那时候叫做国民政府的宣战 宣战书在这里给你看 你找找看那个宣战书 不是蒋介石宣战 可是我们念的课本说蒋介石宣战 他还骑着白马 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 都完全狗屁 什么十万青年十万军 你想嘛 1941年12月9号宣战 然后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 无条件投降 多久 三年多而已 他跟你说什么 八年抗战 哪有八年 1945年 1941年的时候 那当时台湾这块土地 还是日本天皇的 哪里有宣战 你看看 国民政府对日本宣战 那个30年 这是1941年12月9号 有没有 林申 蒋介石那个时候当什么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 不可以啊 扣本都跟你说蒋介石宣战 我相信大家都要过去 真的是国民党从头骗到尾 台湾很奇怪 所以越多认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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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道嘛 你看看 你看看 建政实际上这多久 三年我而已 台湾东西是谁来轟炸台湾 是不是美军啊 美军轟炸台湾 可是台湾人很笨啊 台湾人去当兵的时候 当的是什么兵 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在还没有变成日本的臣民之前 台湾人是不能当兵 因为按照战争法 殖民地的人不能当兵 只有能够当什么 志愿军 所以那个是有很有名的 叫做高沙族的志愿军 高沙族义勇军啊 那个是全世界都有名的 但是1945年的4月1号以后 台湾人变成真正正正的日本人的时候 你可以去当兵了 可以变成跟一本兵都一样 可以开始去参加战争 所以台湾人死掉了以后 当然国家要把你放在建国神社 所以很简单嘛 台湾人是谁 是日本人啊 只不过是因为国民党进来台湾以后 首先用228的残忍的屠杀手段 然后白色恐怖38年 你都不记得了啦 真的都不记得了啦 所以你如果真真正正 回到家里把这个历史打开看 你一定会掉眼泪 因为台湾人 这么多年被欺骗 可是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我在前面有说 这红蚂蚁跟黑蚂蚁的故事 也不是故事 这大自然界里面 就有这种的生物啊 事实上大自然界还有一种生物啊 叫做台湾人 自己金账 打招 贪金 正在交水金 给中国人 把他做兵 给服他的劳益 当然了 我讲这个东西 有的人不一定能夠接受 因為他到現在為止 不僅是經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他所感受的是中華民國 他所感受的是 我就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所有的就是中華民國的副照 我不是中國人 是甚麼人 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們到底有要各處嗎 我們是真的有要精神起來嗎 還是要繼續睡下去 還是要繼續 目指是金金 人家最重要的我沒有在騙 因為目指金金做的不是真的 台灣人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你來這裡最好 粗幾斑、國幾斑 你要學的是甚麼 減量不能移鑽租款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台灣人 應該是英文都是台灣人 所以12月 9月17號 美國的司法部 現任 很高層次的官員要來 他們跟各位說 昨天晚上已經來兩位了 今天晚上還要來一位 20號還要來一位 為什麼美國人 美國人沒甚麼了不起去 但是我跟各位說 我可以幫你保證 你現時在台灣 你目指所看到 所有的美國人 如果在政治界來說 都是三流、四流、五流的人 都是三流、四流、五流的人 你絕對不可能看過 在政治界上 是上流、二流的美國人 這次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訪問這三個美國人 你只看他的外表 你只有看他的談吐 你只看他的情緒 你就會覺得 這次美國 確實不一樣 但是不一樣 你說不出來 所以我 跟我們各位 台灣民政府 未來的官員 要跟大家說 你跟我都一樣 我們的腦袋要打開 我們不能當井底之蛙 國際裡面的水肌一樣 不可以了 我們打開視線 我們要有國際化 我們要有世界化 不像台灣這個土地而已 這是怎麼樣 我相信你來這裡 來學習 他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裡 不是來這裡 度時間 三天以後 我就是高級班 我就被學政策了 我就要做官 坦白說 現在開始的職業 現在應該越來越大了 我只說這個話 讓我們所有的動心 沈沈時刻 時刻你的將來 時刻台灣人的將來 我們共同來打拚 來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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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 盈盈彈彈彈 洗洗台台 可以帶來台灣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各位同心 我們下課休息10分鐘 好下課休息10分鐘 發現 綜新對 !